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時速130公里 颱風巨著 現時集結在香港的西南偏南 大約150公里 预料是向西北偏西移動 時速18公里 一直朝著廣東西部的海岸 記者 歐志良還留在尖沙咀甲 歐志良 外面的天氣情況如何 是的 尖沙咀這裏仍然是狂風暴雨 在十一點之後 這裏的雨和風都還未停過 可以見到雨一邊撇過來 感覺到很痛 天文台呼籲市民盡量不要留在岸邊 但是可以見到尖沙咀甲頭 仍然有很多市民留在看風 還有一群大學生在無懼風雨 甚至在玩雜體遊戲 也有市民拿了相機拍照榴槤 這裏的報道是這麼多 先把時間交給床 謝謝歐志良和在外面的同事 尖沙咀一個商場的玻璃門 在烈風吹閘之下爆裂 一個保安員受傷 受傷的保安員坐在商場 高舉雙手止血 等候救護員到場治療 商場門口的玻璃就碎裂 散滿一地 整道玻璃門爛爛了 現場是尖沙咀星光行商場 深夜商場的玻璃門突然被吹爛 保安員走避不及受傷 港鐵大學站深夜有大樹 倒下來壓住電纜 往紅磡方向列車服務暫停 港鐵工程台走到路軌 了解電纜受損的情況 昨晚11點 大學站附近一段電纜 懷疑被倒下來的樹木壓住 要改為單軌箱程行車 工程人員仍然在搶修 我們隨時會為大家報導 最新的風暴消息